虽然我的体育梦想破灭了 站不到最高领奖台上了 但是我想我生命还在 也就一切希望都还在 只要不放弃 一切都还在 这个是前国家体操运动员桑南 一直坚持的信念 13年前 在美国友好运动会中受伤 脊髓严重挫伤 导致恐怖以下全部瘫痪 短短扫描 断送了美好的人生 桑南凭着 頑强的意志 重新振作 应香港赤水船商基金会的邀请 和1400多名私生 分享了她的故事 我知道 我的生活 一切从头开始 我不能自理 甚至我就像婴儿一样 我喝水吃饭等等的一切生活 我都需要有人的帮助下才可以 但是生命都在 我就一定要重新开始 多大的困难 我就要像当运动员一样 跟自己说不要放弃 其实人生真的是这样 只要你不放弃 一切都还在 出席这次活动的 除了桑南 还有本地双残运动员 苏华伟 和加拿大双残运动员 Wick Hansen 他们希望透过分享个人的经历 等学生学习生命的意义 确立人生目标 迎难以上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闲好因报导 如果您在订阅 我们喜欢上厕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